讲话 共青团员们 青年朋友们 同志们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 是民族的希望 在任何一个时代中 青年都是社会上 最富有朝气 最富有创造性 最富有生命力的群体 党和人民对全国国族青年 寄予英气的期望 希望你们在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见识的伟大事件中 以自己的青春活力 和满墙日序 为祖国和人民 建立出极次的攻击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 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八十周年 这是全国亿万团员青年的盛大节日 此时此刻 我们这些为祖国和人民 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 和老共产团员们 也同你们一样感到非常高兴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全国国族团员青年 和各级的共产团的组织 团干部自以热烈地作货 和诚挚地问候 八十年前 在中国革命汹涌澎湃的 伟大洪流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 直接关怀和领导下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 这是二十世纪 中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史上的 一件大事 也是中国人民革命不断深入 和中国青年运动 蓬勃发展的彼然结果 二十世纪初 由于帝国主义的青年欺凌 和封建专制政府的腐败无能 中国大地风雨如盘 中华民主灾难深重 成千上万的乐学青年 为救亡图成 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 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 真理和道路 伟大的五四运动 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也标志着中国青年 成为中国人民 反地反封建斗争的极先锋 五四运动之后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中国工人运动的集合中 中国共产党诞生 1922年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为此团组织团集和带领一代又一代青年 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 开始拨拨壮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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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民族主义革命时期 满怀革命理想的共产团员和革命青年 在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 冲锋陷阵 抛杀热血 英勇奋斗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卓越的功勤 新中共的成立 为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运动 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 广大团圆青年 响应党的号召 提出把青年奉献给祖国的响亮口号 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件中 万我劳动 艰苦创意 集成奉献 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 建立了卓越的公寓 党的世界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政策 广大的团圆青年 积极地投身改革和建设的事件 以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己任 发出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的时代强硬 在国调战线上 团结奋斗 勤奋工作 开拓进取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建立了卓越的公寓 建立了卓越的公寓 八十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站在十代的前列 不缺不劳地奋斗 历尽艰辛的求术 创造了令私人赞叹的一击 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口气的 先进模范人物 和先进模范的群体 如临危不惧 舍身炸碉堡的 全国战斗英雄董春瑞 面对敌人的赤道 坚争不缺 似死无归的刘虎兰 把有限的生命 投了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之中的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生残自坚 在列径之中 拼搏进取的女青年张海迪 在与滔滔洪水 殊死不斗中 英勇牺牲的 新时期的英雄战士 李向群 这跟基臣 拼搏奉献的当代青年 榜样秦文贵等 在我国青年运动的 长期发展中 这样的先进人物 数不胜数 他们是我国 有志青年的典型代表 他们身上闪烁着中华民族 伟大奋斗精神的光彩 一切为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 做出贡献的青年 他们的奋斗精神 和光荣一切 将永远地铭记在 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 八十年来 中国共情团 始终围绕党 在国家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 团结以后带领广大团圆青年 在革命 建设 改革的广阔舞台上 为祖国和人民 积极地贡献力量 始终按照党的要求 培养和教育青年 使一代又一代青年 在人民群众奋斗的洪流当中 锻炼成长 始终把最广大的青年 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使我们不断发展的事业 有了强大的有生力量 烈士充分证明 中国共情团不愧为党的 忠实助手和贺别军 不愧为党连续青年的 巩固桥梁和纽带 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青年运动史 是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历史篇章中 一部逊业的青春史史 是中华民族伟大佛兴的交响乐 当中的一部雄混的青春乐章 这是中国青年 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光辉历史 也是鞭撤中国青年 在新世纪再创加急的巨大动力 中国青年运动 几十八十年的生动实践告诉我们 一切有理想 有报复的中国青年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面 同人民紧密集合 为祖国奉献青春 才能大有作为 这是总结中国青年运动 得出的必然结论 也是当代中国青年运动 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爱国主义 始终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旗帜 五四运动以来 中国青年运动 这项的主旋律 就是鲜明强烈的爱国主义 中国青年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中 努力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努力吸取和传播 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 从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 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海 这种爱国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 融入了体现时代进步的民主精神 和科学精神 使中华民族的发展 有了正确的思想指引 这种爱国主义 与社会主义紧密结合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佛新的事业 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这种爱国主义 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放在世界格局中观察 把中国社会的发展 与整个的人类的社会的进步 紧紧联系在一起 有了这样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青年运动 就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当代中国青年 一定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 沿着党指引的道路 继续奋勇前进 新中国成年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 全国国主人民艰苦奋斗 发奋斗抢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取得了举思着目的成就 中华民族永远告别了 极贫极乐的历史 旧貌和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 以崭新的姿态 移类在世界的东方 翻案今日至中国 到处是新兴向荣的蓬图现象 景象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的中华民族 焕发出新的青春意财 现在我国进入了全国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的发展建筑 全国国主人民正在为实现 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 而努力奋斗 到本世纪中意 基本实现现代化 把我国建设成为 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施全国国主人民的奋斗目标 也是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 和当代青年运动的主题 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 是十分光荣的事业 也是十分艰巨的事业 必须清醒地看到 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但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与世界的先进水平相比 我国的生产力和科技教育水平还不高 经济文化发展还不平衡 要是一个十二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过 摆脱不发达的状态 基本实现现现代化 还需要我们进行辞职遗痕的努力 当代中国的一切有志经年 都应该积极地投身到 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伟大 四叶中心 以此为自己的神圣指责 以此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以此为自己的最大光荣 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青年去建设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青年去奋斗 青年一代要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 就要坚持学习科学文化 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 坚持学习书本知识 与特殇社会实践的统一 坚持实现自身价值 与佛物祖国人民的统一 坚持苏联远大理想 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 努力成长为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人 成长为对党和国家 对人民有所建树的人 希望青年们树立伟大理想 青年富有理想 而真正远大的理想 必须与祖国的命运 和人民的意愿 紧密结合 当代青年应该具有远大的理想 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 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只有在为远大理想的奋斗中 青年的人生报复 才能真正实现 人的一生只能享受一次青春 当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人生 与人民的肆意紧密相连 他所创造的就是永恒的青春 一个人在青年时代 就因树立远大志向 并且要为实现这个志向 而顽强努力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 都不改初衷 死自不欲 希望青年们坚持发奋学习 当代时代信息交流日益广泛 知识更新大大加快 形势逼人自强 催人奋进 青年要跟上时代和社会前进的步伐 就必须学习 学习再学习 打下坚实的知识功底 学习应该是全面的广泛的 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 或做好本职工作 紧密相关的知识 又要努力学习理论知识 文化知识 科学知识 社会知识 历史知识等等 特别要善于学习各种新知识 以求知识的尝新 知识只有复制世界 才能够幻化出无穷的威力 青年要善于创新 善于世界 善于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 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活动中去 这实践中继续求的增值 增长才干 希望青年们注重锤炼品德 优良品德的养成对人的一生自观重要 青年时期可说性的吧 是人生的起步阶段 是品德养成的关键时期 青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 树立正确的名利观 努力培养良好的品德 提高自身素质 完善人格的品质 作为有益于主国和人民的人 青年应该成为 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力量 尤其要在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 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 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自己做起 努力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播者 做体现时代进度要求 新道的规模 中国青年在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中 努力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努力吸取和传播 冷锐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 从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 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海 这种爱国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 融入了体现时代进步的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 使中华民族的发展 有了正确的思想支援 这种爱国主义 与社会主义紧密结合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佛心的事业 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这种爱国主义 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放在世界各局中观察 把中国社会的发展 与整个人类的社会的进步 紧紧联系在一起 有了这样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青年运动 就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当代中国青年 一定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 沿着党指引的道路继续奋勇前进 新中国成年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 全国各族人民坚固奋斗 发奋斗抢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取得了举思琢磨的成就 中华民族永远告别了 极平极路的历史 旧貌和任人宰割的悲惨命令 以崭新的姿态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放眼今日至中国 到处是欣欣向荣的蓬土现象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 古老的中华民族 焕发着新的青春异彩 现在我国进入了 全国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的发展 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 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 而努力奋斗 到本世纪中意 基本实现现代化 把我国建设成为 富强民主文明的 社会主义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 也是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 和当代青年运动的主题 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 是十分光荣的事业 也是十分艰巨的事业 必须清醒地看到 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但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与世界的先进水平相比 我国的生产力和科技教育水平还不高 经济文化发展还不平衡 要使一个十二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过 摆脱不发达的状态 基本实现现代化 还需要我们进行辞职以恒的努力 当代中国的一切有志经验 都应该集体地投身到 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伟大 四叶中学 以此为自己的神圣指责 以此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以此为自己的最大光明 社会主义现代化 需要青年去见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需要青年去奋斗 青年一代要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 就要坚持学习科学文化 与加强思想修养的同意 坚持学习书本知识 与特殇社会实践的同意 坚持实现自身价值 与佛物主国人民的同意 坚持书的远大理想 与进行艰苦奋斗的同意 努力成长为有理想 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 成长为对党和国家 对人民有所建筑的人 希望青年们树立伟大理想 青年富有理想 而真正远大的理想 必须与祖国的命运 和人民的意愿紧密结合 当代青年应该具有远大的理想 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族 文明的社会 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只有在远大理想的奋斗中 青年的人生报复 才能真正实现 人的一生 只能享受一次青春 当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人生 与人民的肆意紧密相连 他所创造的 就是永恒的青春 一个人在青年时代 就因树立远大志向 并且要为实现这个志向 而顽强努力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 都不改初衷 死自不欲 希望前年们坚持发奋学习 当代时代信息交流日益广怀 知识更新大大加快 行事逼人自强 催人奋进 青年要跟上 时代和社会前进的步伐 就必须学习 学习 学习 再学习 打下坚实的知识功底 学习应该是全面的广泛的 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 或做好本职工作 紧密相关的知识 又要努力学习理论知识 文化知识 科学知识 社会知识 历史知识等等 特别要善于学习各种新知识 以求知识的尝新 知识只有复制世界 才能够幻化出无穷的威力 青年要善于创新 善于世界 善于把所需的知识运用到 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活动进去 这实践中继续求的增值 增长才干 希望青年们注重锤炼品德 优良品德的养成 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 青年时期口说性大 是人生的起步阶段 是品德养成的关键时期 青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树立正确的名利观 努力培养良好的品德 提高自身素质 完善人格的品质 作为有益于主国和人民的人 青年应该成为 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力量 尤其要在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 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 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自己做起 努力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播者 做体现时代进步要求 新道德规范的实践 做新型人际关系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创造 希望青年们不断地开拓事业 当今世界发展很快 变化很快 青年要承担起 建设现代化的历史史 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必须了解世界发展变化的大势 要把目光投向世界 投向未来 而不能背墨塞天 坐井观天 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 现状和趋势 才能更好的把握现在和未来 只有用能力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努力充实自己 才能具备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名度的青年 相比美的素质 海纳白川所以成奇大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青年 因以放暗全球的宽广四影 以赶超先进的雄心壮志 以中华民族自尊心自尊自强的豪迈气概 昂舍刻步地走向世界 希望青年们勇于进取创新 创新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必然要求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世上新人换旧人 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只有后人超过前人 一代胜过一代 事业才能发展 社会才能进步 青年最少保守思想 最具有创新的潜能 许多基础人物 都是在风华阵默的青年时代 就创造出一番了不起的意见 要实现我国经济和技术的跨越式方向 实现我国社会的全面进行 建设我国富有生机的各个方面制度和体制 就必须努力创新 发展的期望在创新 创新的希望在青年 青年要列出岗位 锐意创新 敢于超越前人 千百万青年的创新事件 必将汇聚人推动我国 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奔勇洪流 希望青年们始终坚固奔斗 彻底改变我国历史上 遗留下来的贫穷弱厚的面貌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需要几代人 十几代人 甚至几十代人的进行艰苦的努力 只有长期的艰苦奋斗 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才能实行 艰苦能磨练人 创意能造就人 青年只有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 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 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并为此奋斗不惜 才能创造无悔的青春 和取得别生的成功 畏惧劳苦 贪图安逸 入享其成 最终只能虚度年华 青年要时刻铭记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地 大力地发扬干预奉献 和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 至极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艰苦的环境中去 经历风雨 经受锻炼 努力为祖国和人民建功利益 中国共产党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 和基本经验 展望新世界的坚决任务和光明前途 提出了三个代表要求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 执政之机 力量之源 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起工作的根本之人 广大青年要坚持以马克思的领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认真学习三个代表要求 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 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 是与时俱进 开脱创新的党 坚定不移的跟党者 广大同园青年 要在国航国业的本质工作当中 在共产团的组织 开展的具有自身特点和国相的活动当中 努力为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努力为广大人民磨利益 共产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 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力量 当代青年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 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 也引起包括青年在内的广大群众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 在新的类似条件下面 共产团要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 坚实与时俱进 不断地开创青年工作的新局面 共产团要进一步地发挥好党的助手和贺备军的作用 引导青年支持改革促进发展 维护稳定 进一步地发挥好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积极地协助政府做好对青年事务的管理 密切地联系群众 继承服务青年 更好的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意义 为青年排游解难 做好暖人心 稳人心的工作 还要进一步加强对少县队的领导 更好的旅行全团带队的光荣事实 各级团组织都要加强自身的建设 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积极地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 新的运行机制 改进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 密切同团圆青年的联系 努力扩大团组织的覆盖面 增强团组织的吸引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把最广大青年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各级团干部都要按照党的要求 刻苦学习 勤奋工作 勇于创造 自举奉献 努力做党放心 青年满意的干部 共青团圆是青年中的先进分子 要在广大青年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做到无愧于共青团圆的光荣成功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 有着特殊的政治关系 共青团的事业 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年工作 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 发挥好共青团的作用 对做好党的青年工作尤为重要 国际党主则要加强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 支持共青团 依照法律和自己的章程创造性的开展 要坚持党建带团建 把团的建设 拿入党的建设 总体规划之中 要热情地关心团员和团干部 帮助和引导他们做壮成党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 就同广大青年紧密联系 党的事业离不开青年 青年的成长更离不开党 我们党要赢得青年 就必须用先进的理论赢得青年 用光辉的事业凝聚青年 用良好的着风泄影青年 国际党委和政府 都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形容发大的战略高度 认真的设施科教新国战略 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 相信和重视青年 关心和爱护青年 推动大批青年人 不断地退隐而出 国际的领导干部 要学会用新观念 新视角去看待青年 善于发现青年人才 大力地培养青年人才 千方百计地为青年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 提供舞台 引导和帮助他们 在工作时间当中经受锻炼 生长才干和胆瘦 要放手地使用青年人才 使其职场 使其职场 用其所掌 使他们不显其能 进展才华 要真心地爱护青年人才 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 为他们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 创造良好教育 青年心 是国家心 青年强 是国家强 青年的浙壮成长 决定着我们祖国 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当代中国青年 是真的信了大有希望的一代 青年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也有他们的弱点和不足 至于青年社会 娱乐不丰富 经受的人生断裂不多有关 由于青年人正在成长 更需要引导 鼓励和支持 首先要看到青年的优点 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 发挥自己的长处 鼓励他们 在学习和实践当中 丰富自己 完善自己 同时要客观地看待青年身上 存在的不足和缺点 加强教育和引导 青年的成长 与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社会对青年的成长 具有极大的作用 为了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必须在全社会 形成爱护青年 关心青年 支持青年的良好氛围 国地各部门都要认真研究 在各个开放条件下面 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的青年的特点 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 做好青年工作的规律 要尊重青年的思想和性格的特点 尊重青年个性的健康发挥 出近青年思想和身心的健康发展 全社会都来关心青年 主国的年轻一代 不断地健康成长 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就能拥抱前进的生机和获利 全国的共青团圆青年朋友们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佛兴 需要你们去奋斗 希望你们珍惜大好的年华 饶激党和人民的贺望 使自奋斗不屑进取 在建设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伟大征程中 普遍写出更加壮美的青春之歌 向着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前进 共青团圆们 青年朋友们 同志们 刚才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做了重要讲话 讲话充分肯定了八十年来 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 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所建立的卓越功勋 全面总结了八十年来 中国青年运动的伟大实践和历史经验 对广大台湾青年提出了英气期望 对新型四下的共青团工作和青年工作 提出了明确要求 讲话高屋建领 内涵丰富 语重心长 精辟深刻 为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指明了方向 对做好新时期公青团工作和青年工作 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各级团组织一定要认真学习 宣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 用讲话精神统一团圆青年的思想和行动 指导团的工作和建设 推动公青团工作和青年工作 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新的形式和任务 赋予当代青年新的历史使命 希望广大团圆青年 积极响应江泽民总书记的号召 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 按照四个统一的要求 努力成长为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 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于时俱进 开拓创新 为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不懈奋斗 祝福大会 纪念大会到此结束 三会 三会 三人 五就短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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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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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